习近平如果真的跟美国政府要求 不要持续武装台湾 倒不如先放弃 武力攻打台湾 喊话对岸就是因为拜习会登场 北京官媒报道 习近平惠众强调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同时外媒也提到 根据白宫官员转述 习近平点出 美国方面有报道 指中共打算2027年或2035年动武 根本没人跟他说过这件事 戴清德近半回应 这就代表国民党民众党操弄的战争谎言 惨遭习近平狠狠打脸 十点表度是美国的学者 跟我们台湾这边自己去设定 一个可能发生的时间点 中国大陆对台湾或中国统一 两岸统一的态度是很坚定的 在这一次跟拜登的时候 讲得非常清楚 拜习会登场提及两岸议题 辅方自然也高度关切 全球 当然包括台湾 都希望说在区域之间 能够降低冲突 共管风险 总统府声明感谢拜登会中重申 美国对台的和平稳定坚定立场 并重申反对任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拜习会产生的连锁反应持续发酵 TVBS红富华丽作和台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